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反而发生了晋国发起的八国公秦这一事件 终于晋国派出使者向秦国递交了绝交书 由此秦晋两国恢复和平的希望彻底破灭 那么秦国今后的决策该如何调整呢 秦国的新盟友究竟给秦国带来了哪些帮助呢 华中师范大学刘星林教授做客百家讲坛 为您精彩讲述大秦崛起上步 第十一集秦处联姻 秦国的今后的战略非得向楚国那边转变 由于这个地缘政治的原因 秦国和楚国没有根本厉害的冲突 所以秦处联盟是一个最佳选择 到秦康公的时候 这个联盟要继续 继续去探求 怎么样联起来 秦康公时 同时执政的楚国的国军 楚庄王 我们知道楚庄王是那么个人 三年不明一米惊人 三年不飞一飞冲天 所以三年之内啊 他还在花田酒地了 为什么这样 因为楚国内部贵族的争斗 非常激烈非常复杂 这个楚庄王即位之后 得让你们斗一斗 咱就花田酒地的不理正事 在这个时间之内 秦国详续和他联合是很难 当然楚庄王并不是说 一定等到三年 咱们才飞 才叫一声 不是 就是起初让他们贵族的 这个斗争 火兵 干完了 来收拾 所以楚庄王 即位之后不到三年 楚国不是内乱吗 乱得那么厉害吗 这个是周边的那些个 国家和民族 一起向楚国进攻 他们没有联合 各干各的 因为大家觉得楚国现在有事 这事不干 什么事干 其中最厉害的一支 是雍国 雍国在哪里 在现在湖北省的竹山 这个国家资格很老 当英商末年 周武王讨伐 商周王的时候 有诸侯联军支持 诸侯联军 牌手都是哪个国家 雍国 所以雍国 对周代的建立 为周武王 这个伐咒 是立下了汉马功劳 当他很强势的时候 楚国是什么呢 楚国 因为他祖先做过文王老师 跟他疯了一地方 在湖北的西部 纵横武师里 那么小的 相当于现在一个大的乡镇 这样的一个地方 但是春秋时期 到了东周 楚国日渐强盛 但是雍国日渐暮落 情况对比 发生了一个彻底的变化 所以雍国已经很长时间 对楚国称臣 楚国说怎么办 就怎么办 现在问题是 楚国内部 斗争一国洲 所以雍国觉得 有了机会 攻打楚国 在进攻楚国的 这个各个国家民族 中间雍国是最厉害的 只要把雍国干掉了 其他的可以通过谈判 来解决问题 楚沙王现在实施 发动对雍国的进攻 但是得有人帮助 楚沙王联合了两个政权 一个是八国 现在的重庆一带 另一个就是秦国 所以秦国八国的军队一来 这个抄了雍国的后路 再说雍国人那个事 觉得楚国人也不过如此 楚沙王呢 则采取另外一种战略 就是交兵战术 打一仗我败一次 再打一仗我败一次 因为有计划的失败呀 自己绝对不会受多的损失 楚国人 楚国军队和雍国 是七战七败 败可离开 一直败到雍国人 觉得自己天下无敌 楚国算什么呀 不足挂齿 到这样的情况下 三国联合起来 就是楚国 秦国 八国联合起来 把那个雍国 给抹掉了 所站在地盘 你楚国站得归 楚国 八国站得归 八国 谁站归谁 所以从此 没有了这个雍国 那么也就因为 这一次 帮助楚国 灭雍 秦楚之间 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他们对前景 对战略前景 有了更加清醒的认识 灭雍对楚国的好处最大呀 因为楚国 要向北方扩张 最怕的是有人抄后路 而且是 有一个强大的力量 来抄后路 所以一直呢 战战兢兢 不敢放手啊 向北方去对付晋国 这次好了 灭了雍国 和秦国之间 还有一个中间地带 缓冲地带 就雍国原来的地盘 和秦国不存在冲突 因此 他们之间 应该实行联合了 他们的联合来迟了 来得很迟 因为 在秦木工的时候 秦主之间的联合 从后来的某些 这个文献来看 那个联合啊 已经是水到渠成 秦国人 把那个文字 刻在石头上面 有那么块石头上面 刻在文字里面 是这样清晰地表达的 这文章里说 当中的礼服 来定成盟约 而且互相约定 子宋万代 咱们互相 只能够交相利 不能交相害 这样一种情形 鉴于文献记载的 典型的 情楚联盟婚姻 其实只有三次 第一次呢 还没有指出 秦木工 和楚城王 是谁的女儿嫁给谁 是谁娶老婆 这都没交代 这是他第一次 实际的第二次 是在秦景工时代 秦景工 把自己的妹妹 嫁出去了 他嫁给了 楚庄王的儿子 楚公王 那么第三次呢 那就很有名的一次了 就是 导致 吴国 灭楚国 占领楚国首都的 类似婚姻 那是后来的 鉴于史书记载的 这么三次之外 秦楚婚姻 比他们战略上的联盟 还要多 所以在秦国的朝廷里 形成了一个 楚氏的集团 在楚国的朝廷里 还有一个秦国的集团 因为平常啊 这些婚姻 他无关大局的 他没有做记载 那么现在我们要说的是 第二次史书 记载的 这是秦楚年音 断绝 秦景之好 开发了秦楚年音 秦景工在位四十年 他在位的时候 把他妹妹嫁给楚公王 这楚公王啊 看那个四号表面 看起来不怎么样 实际上呢 这是一个非常温和 非常谦虚的 一位楚王 这个公字读着公 他和公金的公相通 那楚国历史上啊 还很少出现这么一位 千功有礼 头脑清晰 又不软弱 但是他也不急躁 不暴略 很少出现这么一位 有一位名叫 禅禅的网友提问 楚国那么强大 为什么攻打雍国 还需要求助秦国 和八国的帮忙呢 雍国是一个古老的诸侯 在殷商时代 就相当强盛 当周五王 讨伐商周王的时候 有一个在墓野的士师 士师的时候呢 就有八个蛮夷国家的同盟军 八国联军 而雍国居首 所以在灭商的过程中 立大功 周代给他封的爵位 是伯爵 爵位高 力量强 而那个时候的秦国 楚国都是小国 楚国是子爵 秦国呢 还是富雍 春秋时期 雍国 他在秦国 楚国 八国之间 多次地打败楚国 所以到公元前 611年 楚国灭雍的时候 如果没有秦国 八国的帮助 他几乎是不可能的 秦国 楚国经过了灭雍之战后 相互进一步加深了了解 再加上 早在秦穆宫时期 两国之间便有婚姻来往 于是秦楚两国的关系 上了新的台阶 为了进一步强化秦楚两国之间的同盟关系 秦桓公之子秦景公 将自己的妹妹 嫁给了楚庄王的儿子 楚公王 由此秦楚同盟便有了实质的结果 那么秦景公嫁妹妹这一事件背后 究竟隐藏有哪些深意呢 秦景公既然把自己的妹妹 嫁给了楚公王 那么今后军事上的联盟 自然是他们要谈的最主要的问题 那个婚姻是次要的 军事联盟才是主要的 所以这个联盟 一旦一心敲定之后 秦景公就放手地 对晋国发动了一次进攻 秦景公要求楚公王出兵帮助 楚公王立马答应了 但是楚国的另应子郎 这个子郎是很有远见 看似很全面 楚国另应就是国下 他是楚公王的弟弟 他对楚公王说 他说现在啊 现在的晋国啊很厉害 他的国内呢 现在出现了一个 新的年轻的国君 这位国君啊 可是有大智慧 天赋的政治才能和军事才能 他就是晋国的最后一个霸主 晋道公 14岁来做这个国君 他不能容许大臣们 去把他当做快乐 所以静朝廷第一件事啊 他要跟大家说好了 老天爷的安排 让我本来不想做国君的人 来做 所以静朝廷不是说 多谢各位上亲 各位大夫 让我来做国君 不 老天爷的安排 让我来做国君 那么现在我面临着 可以做 也可以不做 这样一种处境 做还是不做呢 看各位大夫的意见 你们说 一定要我做 我就做 说不做 他就不做 我是可进可退的 众大夫啊 都跪在地上啊 一直认为你应该做 他说既然是这个样子的话 现在我要发布第一道指示 前面弑军的人 推出去斩首 哪些官员是不作为的 罢掉 哪些人有作为 不在位的 升起来 这人很厉害的 这个静道公 静道公在位 所以子郎说 这人不好对付了 很厉害 自从他上任以来 他国内啊 政治清明 可以说是正通人和 力量又恢复到 过去霸主的地位了 所以不可为敌 咱们暂时的 只能采于一种态度 好好伺候他 咱把关系搞好一点 不要打仗 打 这人太厉害了 子郎的意见是对的 但是 楚公王说 咱说话得算数吧 我已经答应了秦国 支持他 咱们现在的秦楚联盟 就得支持 他跟弟弟说了 就得支持 于是派出一支军队 进驻到武城 住下来 这里对静国 形成很强势的威胁 就得考虑这一次 对我 都在这 随时发动进攻 全体对付 这时候起进攻呢 过航河率领军队 杀入静国 也正凑巧的时候啊 静国烙饥荒 人们吃饭也吃不饱 所以静国是完全没法对付 被 秦国 是蹂躏一番 最后退走了 楚国人虽然说军队住宅在这 大军队 是有强大的威慑 就让秦国在这里 打了一大胜仗 走了 那么静国 为了表示报复 因为春秋时代啊 没打一仗 都得还一仗 没有说你打了我一次 我不还你一次 你打我一次 不管是你胜 还是我胜 我都得报复一次 所以直到第二年 情况稍微好转 静国才象征性的 去进攻秦国一次 已是对前面的一次 在秦国侵犯 静国的报复 秦国和楚国的联盟 出现成效 这后来 秦国和楚国啊 互相默契的配合 弄得静国手忙嚼烂 所以那个静道工 你不管怎么厉害 你面对了一秦国一楚国 在两个手对付的之二 他也实在是 没有更好的办法 战争的焦点往往 都是集中在 两个中不溜秋的国家 一个是宋国 一个就是郑国 郑国敢欺负的 也没别的国家 就宋国 所以郑国攻打宋国 主动的去攻打宋国 这个宋国一被围啊 那还得了 静国就不远了 静国一动不动 就邀请好几个国家 来救宋国 救宋国就要打郑国 那郑国没办法怎么办 扶呗 投靠呗 郑国投靠了 静国 这个郑国本来 早就是楚国的盟国啊 你投靠 静国 投靠之前 我要来救 如果真的投靠了 我的心事问罪 你的 再回到我的阵营 对 静国人 带着联合国军队 为救宋国 而打郑国 打了郑国 郑国服了 那静国人和诸国联军撤走了 建国人撤走了 楚国人来了 楚国人这是来不是来救了 原来是救郑国 既然你投降了 咱们就兴师问罪了 浩浩荡荡 杀奔郑国而来 这郑国的国军啊 早有准备 这抵抗不住的 带着群臣 出城去迎接 楚国 您还没打 没动手 咱 本来就是投靠您的 我救你附属国 实在没办法 咱们不得不 临时投降一下 这样的处理是合适的 楚国人一走 怎么样 金国人又来了 这次来对不起了 包围了 包围起来 他说楚国人这一下来不了 来了 咱们也有办法对付 郑国的国军没办法 何谈 这次何谈 不能一般的谈 你在做出的贡献 拿出的东西来 啊 郑国国家也不是特富有 也不是很大 是吧 能拿出来都拿出来 乐队啦 乐师啊 乐器啊 各种名贵的乐器啊 打得边钟啊 边庆啊 然后呢 就是乐队 还有 表演队 美女 还有啊 光说这些还不行啊 还在说什么呀 战车 大车 大车是平常做的 战车打仗用的 还有兵器 等等 一概都得出 所以静国 这个打也没打 大胜而归 回去了 那么按照我们前面说的顺序 现在该谁来啊 该楚国 是吧 楚国又也来了 楚国还没来的时候啊 秦国也得动动心思了 经过这么强大 趁着那个进道工 还在郑国那里 包围郑国 索取贿赂 索取战利品的时候 秦国军队 杀下了 静国 静国有个释坊 在那里防御 开始秦国呢 就来了两个大宿长 两个大宿长 一个叫宿长包 一个叫宿长武 宿长包先攻进了 静国 释坊觉得人数不多 基本上就没设防 哪知道一攻就攻进去了 攻进去了 正在抵抗的时候 宿长武从第一个方向 包围过来 一下子把禁军打得大败 所以他们现在才知道 以前他们进国之所以 每次打秦国 是屡屡得手 那都是设计的好 都是打埋伏 都是暗中下手 真正在这里啊 正常用兵的时候 反而才看到秦局 是多么的英勇善战 这是静国被秦国 公开进军 打败了他的军队 到秦楚之间再次合作 秦国派了另一个大宿长 叫做吴帝 楚国呢 就派了他的另营子朗 再次合作 大败进军 所以在这一段时间 要不是有这个 秦楚联盟的话 就凭着进道工 那么一个天才的政治家 军事家 那么秦楚两国都可能吃大鬼 之所以没有吃到大鬼 这还是因为 有秦楚联盟 诸侯林立 群雄竞争 这是一场崛起道路上的赛跑 高潮低谷 艰难曲折 这是持续近700年的接力 从西州附庸 到西方诸侯 从西方诸侯 到大秦王朝 秦国为什么最终脱颖而出 秦国崛起的漫长历程 能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启示 华中师范大学 刘兴林教授 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 大秦崛起 一位名叫白话的网友提问 被诸多大国家在中间的 类似宋正这些小国 面对大国的欺凌 就真的完全束手无策吗 大国真棒 小国遭殃 中原的这几个国家 始终是争夺的对象 那就是宋国 正国 成国 蔡国 北方的晋国打来了 投降进 南方的楚国打来了 投降楚国 唯一的条件是 大军就不要进城了 他们用这样的办法 来保卫自己的国家 正国有个字家 他就写来封信 给晋国的执政大臣赵门 说说小国的难言之谱 说我们区域大国之间 畏首畏尾 产生的成员畏首畏尾 我们头也怕 尾也怕 中间究竟还有多大 又说 我们区域大国之间 十个国 服从强力 这是我们的最后吗 不是 如果大国 不宽又不谅解 我们还有胡鹿吗 这就是小国 在春庆时代的一种晋国 天赋极高的晋道公 的确将晋国治理的 有声有色 但是 在楚秦两国的密切配合下 面临两线作战的晋国 还是吃了败仗 其后 联盟日益解密 秦楚两国都获得了 非常大的利益 然而 随着楚公王的叙事 一切又回到了原点 那么 秦楚联盟 面临着怎样的境地 但这个联盟呢 进行了这么多合作之后 楚公王去世了 去世了之后 那秦国 就可能要遭殃 因为 得单打独斗了 那么 秦楚联盟 暂时告一段落 因为下面来国军 还不了解国家大事 怎么就继续这个 秦楚联盟呢 所以趁这个机会 趁着楚公王去世的 办丧事的这个当口 晋国 联合了13国军队 再不是8国联军 是13国联军 再一次的 发动对秦国的大规模进攻 秦国的国军 我们说了 是秦景公 在位18年了 现在的经验也非常脑道 他知道过去秦皇宫 那是没有什么准备的时候的后退 是被打得节节败退 现在咱们的 有计划的后退 13国军队 咱们就这么去拼 不行 那要吃亏 所以你打进来就打进来吧 咱们退就退吧 诸侯联军 打过黄河 再次的 打过渭河 在打过金河的时候啊 大家就都不肯向前了 因为这个是被迫来的 是霸主的命令 再说了 打了这么久吧 和秦军很少交锋 一旦有所交锋 也没占上风 秦国人家是由计划的撤退 他在托我们 他要托死你 联合军队 一托再托 托到上游的时候 秦国人啊 放下话来 你们 严军可兜的注意了 在金河里的水 不能喝 这是秦国的 你们喝了要死人的 为什么呀 秦国人在上游放毒 你想想 这个秦国的 这个金河一放毒 联合军队怎么办 不相信 因为秦国人吓唬我们了 照样喝 照样喝 喝了就死 所以这毒死不少人 不是没告诉你啊 所以这个联合国的军队啊 这事才感觉到 进不能进 住不能住 你进 人家又退 托使我们 你要住下来呢 这水也不能吃 怎么办呢 这各个国家的军队都在考虑自己的事 建国的统帅叫做巡宴 巡宴来为了提升联合国军队的事情 就下了一道命令 明天早上把那个赵哥填平了 大家武装起来 看到我的码头下哪方 你就下哪方 奔走 这里有了一个成语 马首是瞻 他本来是为了提升一下这个联合国军队的士气 首先是他进过军队的士气 现在大家疲劳不堪 谁也没想打仗 没打到秦国人动不动被安一下 动不动喝了毒水 所以他提升士气 但是靖国有一个将军 叫南烟 可不服气了 所以咱们在靖国 一代一代人为靖国服务 咱们在靖国从来没听过什么这样的命令 是不是为于马首是瞻 我的马首向东方军啊 他说 你不是向西吗 还要进攻吗 我的马他怎么样向东呢 于是带着自己的部下撤 他再一撤 其他各国都想撤 所以巡演一看 不对啊 撤呗 都撤 各国军队只等这个命令了 所以忽来一下各跑各的 这次战争呢 是打得非常无浪 老爷他是跑了 他弟弟不服气 咱们这战争叫什么呢 叫报月之义 前面是人家打我们 在月义打败了我们 我们是来报复的 就人家两个大处长 来把我们打败了 咱们来报复的 我们报复的什么呀 什么也没报复 所以不服气 于是 这个南爷的弟弟啊 叫南真 他就约了一个人 叫做世央 咱们俩杀回去 两人呢 志同道合 一起杀入秦军 那知道秦军 现在是来围剿里的 是来追赶的 追杀的 所以一杀进去呢 这位南爷的弟弟啊 南真 就战死了 被情人哥杀了 世央是逃回去了 南爷弟弟没回去啊 南爷就找到世央的他爹 叫世丐 老将军我跟你说了 这次杀回去 我弟弟是不愿意 是你儿子鼓动的 但是我弟弟没回来 你儿子回来了 所以你把你儿子哥赶走 不能待在静国 待在静国 我要杀了他 为我弟弟报仇 是他邀我弟弟去的 其实这事啊 真是那个南真 邀的世阳 世阳现在有口谋辩了 说当时谁叫谁 杀回去的呀 说了就谁姓啊 谁作证啊 没人作证 所以世阳没办法 逃跑了 我哪跑呢 投降秦国去了 这个静国人啊 内部一闹矛盾 怎么一搞 就像世会一样 投到秦国 这秦国人啊 还真是憨厚 静国投来的 就是住下 把相待以理 然后静国人要把他落回去了 回去吧 这个世阳 投降了秦国之后啊 秦景公就把他请来问问 你们静国那些大夫们 谁最先拜 谁后拜 是为什么 这个世阳啊 就一一到来 暖世先拜 为什么拜呢 因为他们胡作非为 他们装横跋扈 但是呢 拜的不在这一代 还在下一代 为什么 因为他们祖上啊 李友公 一一分析 一一到来 秦景公说 你来投靠我 你的 你的静国去国 太了解 你讲的道理啊 都是禀宫而论了 你是个人才啊 于是秦景公 派人送信 到静国去 说你那个世阳投靠我 对你静国来说 他真是个人才 非常不错的 我就跟他说个情吧 让他回去 官复原职 你看敌国的国君 秦景公 因为秦景公资历老啊 你打仗也没打过他 人家说你的世阳 是个人才 说 静国的大夫们 也都认为是这样 所以静国也就接受了 世阳又回去了 由此看来呀 这个秦国的历代国君 在这个问题上 从来不承认之危 前面的世会不这样吗 投靠我 住了几年 还帮我的忙 打了静国一次 那静国人还派个卫兽鱼 来策反 把他弄回去 回去就回去吧 我答应那里 你回去以后 你的家属我送回去 说到就做到 这秦国人 这个很厚道 一位名叫石虎的网友提问 秦军在京河给联军下毒 是否确有歧视 在当时就已经有了通过生化武器 来进行战争的方式了吗 秦国确实是在京河上游下毒了 这个时候的静国出现最后一位著名的霸主 就是近当国年轻的霸主 那些霸主特别厉害 是中国的亚里山大 但是他不见得不打败仗 他也就吃了秦国的一败仗 叫做月之战 为了报复月之战 找回辩子 静国以霸主的身份 纠结了十四个诸侯国 向秦国进攻 打过黄河 打过魏河 然后呢 就也进河追秦军 这个秦国的秦景公 三位四身的秦景公 可比他父亲厉害 我不可以打 我就退 所以一直退 两军没有这么交战 一退再退 不可再退的时候 秦军在金河上流投毒了 并且宣言 请你们别喝金河的水 那很有毒的 是不是 你喝死的人还不少 所以这个诸侯联军 军系涣散 只好退兵 你退吧 秦国一的国家军队 倒在后边追起来了 所以静国人嘲笑自己 这一次战争 叫做千叶之一 千叶很久的时间 结果是什么呀 是秦国没有办 秦国没有胜 诸侯各国连年征战 各国国力损耗严重 尤其是百姓 更是苦不堪言 实不存疑 各国普遍流传着 停战养息的情绪 那么 数量繁多 关系复杂的诸侯各国 能否停止争端 一起签署 停战协议呢 请继续收看 《大秦崛起》上部 第十一集 秦处联姻 中国各国年年战争 带来的都是疲惫不堪 老百姓的负担特别重 再说这年年打仗 还得吃粮食这么多军队 所以这个时候 产生一种 普遍的厌战的情绪 大家都想停下来 那么就有这样一个人 叫做项徐 这项徐是宋国大夫 他恰好 和晋国的赵武 也就是赵都的孙子 现在是上秦和赵武 赵是孤儿和赵武 和他关系很好 同时他又和楚国的令营 子墓关系很好 因此他两边游说 最终就达持了一个 逆兵的协议 也就是说春秋时期 各个诸后国从此休战 不打了 既然进出两国同意 那么再要征求意见的 就是秦齐两国 秦国秦国本来是 这个争霸的事情 和我们关系不大 但是既然想不打仗 大家都不打 那就不打呗 所以他们也同意了 于是这个 晋楚弥兵大会 所有诸欧国 按照规矩都是参加 在这里 首先是大富门谈判 讨价还价 最终呢 达持了一个协议是 让楚国的盟国 定期朝拜晋国 让晋国的所有盟国 要定期的朝拜楚国 那不是说仅仅朝拜一下 一个礼节问题 定期朝拜的时候 要进贡的 原来向霸主要进贡的 原来大家只向一个霸主进贡 楚国的盟国向楚国进贡 静国的盟国向静国进贡 现在休战了 好了 所有的盟国既要向楚国进贡 又要向静国的进贡 所以他们的负担从此以后 乘以二 两倍了 但是有一条 有一条 就是秦国和齐国 他们和晋楚两国 是在伯仲之间 秦国的所有盟国 不会去朝拜 包括他本人 不会去朝拜 晋楚 他们是平起平坐的 这样一次 弥兵大会结束之后 整个春秋时期 得到了这么一段时间 有的说十几年 有的说达到四五十年 其实大概也就是十几年的时间 没有发生什么大的战争 但问题是 这个弥兵大会 南方有两个国家没参加 一个是吴国 一个是越国 这两国家没参加 既然这两国家没有参加 向徐弥兵大会 弥兵会盟 那就意味着 他们可以不遵守 这个弥兵大会的任何条约 没参与 没签字 不承认 不接受 但是现在的吴国 强大了 原因 说白了 就是当时有一大美女 引起来的 这一大美女是谁 她为什么 有这么大的能耐呢 请关注下集 谢谢